今天呢我们来谈一个有趣的话题 您曾经想过您跟影子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吗 唐朝诗人李白呢有两句著名的诗句是 举杯妖明月对影成三人 那么其中的三人呢指的是月亮李白跟他自己的影子 而洞山良界禅师呢却有水面的影子是我 我不是水面的影子的体验 那么究竟影子跟我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洞山良界禅师的体验又有什么样的含义呢 让我们来请教圣言法师 他们这个两个人的警戒不一样 李白是一个诗人 他不是修行人 李白的心呢 说看到的世界啊 是对立的 他是有人是他自己 有影是他另外一次自己的另外一个东西 那是个影子不是他 另外他看到优量 那是优量 也不是他 但是他感觉上 因为他在喝酒啊 那时候啊 他的酒是三个人在喝 他又良也在喝酒 他的影子也在喝酒 他直接也在喝酒 这是三个人 这是三个人 他这三个人是 不是他内在的统一的 而是呢 这三个是在一起喝酒 一个景况 他这种心情 那是蛮可爱的 并不孤单啊 至少还有三个人 蛮热闹的啊 并不是说一个人呢 这个在那喝闷酒 他在欣赏着月亮 他在欣赏着一个他的影子 然后欣赏着他杯里边的酒 这个是一个自得其乐的一种啊 警戒 非常美 这是一种诗人的心境啊 至于这个洞山梁戒禅师啊 他说水的影子啊 就是我 但是我不是水的影子 这个话也是对的 这个是完全是看到他自己内心的世界 而且内心的体验啊 跟外在的环境啊 是啊 是啊 统一的 这是把影子当成自己 影子是他自己 但是呢 他又超越 在第二个层次呢 就超越 说我啊 不在里头 影子和我是同一个 但是我啊 不在里头 那也就是说 在这五亩的层次 无我的警戒 所以在洞山梁戒呢 这个心境呢 是啊 不是仅仅仅仅是像诗人一样的 很快乐 在欣赏 而是根本就是超越于啊 快乐与苦恼的警戒 这就是啊 开悟的警戒 也就是啊 无我 无相的警戒 这就是呢 尘世啊 那种心怀啊 那么这种心怀 是不是等于说 他就是什么也没有了呢 不是 只是说不执着 有我 跟影子 在哪儿 但是影子 和我的这个身体的存在 它还是清清楚楚的 是这样子啊 在心里面不执着 事实上还在那里 指挤的功能还在 反应的功能还在 执着的一种情侧不存在 这个是啊 禅宗的一种啊 开悟的境界 这一说啊 影子和我们人呢 究竟有什么关系 我们在前一点的讲啊 很简单呢 影子是因缘凑合而成的 影子本来没有 有热光有灯光 再加上 或者是 镜子 或者是水面 或者是 任何一样 能够反射反应的 一种物体 你就可以看到 我们的 自己的影子 影子本来是不存在的 这是因为 夹节 另外有第三样东西 陪着你出来 你又有影子了 现在我们 这个录影社里边呢 这个地方啊 每一个人都有影子 地板上有影子 每一个人都有影子 你这一个人动啊 影子也在动 这个 是因缘凑合而成的 一种假象 并不是真的有这样东西 但是你说影子没有吗 是有 真有这样东西吗 是没有 所以有人说 扑风 做影 影子是不存在的 但是呢 你可以看得到 有 你不能说不存在 但是你抓 抓不起来的 它不是一个尸体 但是呢 是一个现象 那我们 常常啊 把影子啊 当成了 一个真正的东西在那里 有的人夜里边走路啊 疑神 疑鬼 有没有听到说过啊 一犬啊 匪 引 白犬啊 匪生 一只狗子 看到一个什么影子动了一下 它以为是人 它以为是一个低人 或者是一个坏人 来了 那个狗就哇哇哇哇 叫起来 一个狗叫 其他的狗 这个 其他的村庄里属于的狗啊 听到一只狗叫 大概说哇 大概有什么人来了 所以属于的狗都在叫 这个都是呢 不是真的 有什么东西 而是呢 产生了一种幻觉 所以是这个人 和影子的关系啊 错乱了以后 那自己常常啊 是在迷幻之中 我们就成为这个幻觉 就出现了 幻景呢 就出现了 幻影呢 就出现了 如果我们 弄不清楚 影子和自己啊 不是同一个东西 影子根本就不是我自己 影子根本没有这样东西 如果了解了的话 我们 可能制作药会少一些 烦恼也会少一些 其实影子和声音都差不多了 人家骂你一声 那这声音 这个跟影子是差不多的 人家赞叹你一声 这个声音跟影子也差不多的 也不要把它当成了 那么的 这个放不下 阿弥陀佛